五年前你跟企業說數碼轉型 除了一些真是tech的公司 其實很少會理會你 因為它生意很好 它為何還要投資這麼多在技術上 它看不到 或者你可以這樣說 它的優點不在這裏 它可能開多幾間公司 開單幾多VTEL Outlet 請多幾個職員 五年後今天我們覺得已經醒覺 我接觸到的很傳統企業 其實已經開始醒覺起來 開始去追 去追的原因可能已經知道 是被人蓋過來 亦都可能是 希望可以找到一些新的行業方向 令到在數碼世界裏面 能夠找到一個商機 所以現在我們做了很多事情 如何能夠幫到他們行動 行動 我們不可以只看香港 無論大企業或中小企業 都不會只看香港 他都會看拍攝周邊的市場 例如大灣區 甚至全國中國 甚至東南亞 阿西亞 東盟這些市場 當然有些會突破到歐美 所以我覺得市場都重要 你打好基礎 無論是開啟 在數碼轉型上 兩邊都合作得很好 下一步怎樣呢 你應該要找一個更大的市場 你可以複製你的成功 我的英文叫Rapplicate 你的成功 幫到香港 其實你要衝出香港 你有兩個選擇 現在最近一點的 一個就是大灣區 因為比較近 語言方面 交通比較方便 還有一些政策上面 無論是內地的政府 和香港政府 會有些政策上面的支持 所以就希望可以突破 如何去到內地大灣區的市場 大家知道大灣區的人口 有我們香港的十倍 七千萬 我們香港只有七百萬人 所以十倍 你賣一個蘋果 可以賣十個蘋果 就差很遠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好的市場 很多新的工種出現 大家不用這麼害怕 我們經歷過三個時代 由農業的時代 去到工業的時代 去到我們的訊息時代 去到現在的數碼的時代 其實每個時代都會淘汰很多人 很多工種 50人 那些工種被淘汰 沒有工種 那些人就會轉去做別的東西 以前全部都是耕田的 後來就去到工廠做事 工廠用機械人做的話 他就出來會做Service 去到很多不同的東西 現在來到我們的數碼世界 其實是一樣的 會有一些工種沒有了 亦都會有新的工種出現 現在的問題 就不用擔心這麼多 反而每間企業 和Startup 要去做什麼 就是要怎樣運用好 譬如AI 這些新的科技 令到我們現在做的事 更好更快更準更明